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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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您不要这么失望 医治身体上的病 我也很想要求 拜见佛陛 您原谛 您原谛 也准访者 李宗盛 拜见的人出家 要再有疑问 朗朗朗的清空 佛陛陛 带着大队的随从 欧尔尔 李宗盛 那佛陛陛 听众朋友们 那佛陛陛的规势之下 佛陛 请您应ποs 请您 请 您 RA 请您 appearance 能得到佛陀的呵斥 就要欢喜不已了 现在佛陀反而对我用这样的爱语 我真是感激佛陀 佛陀的大悲普及一切 我到今天才真正知道 佛陀真是我们众生的慈父啊 我杀害无罪的父亲 实在是很后悔 如今身心不安 唯愿佛陀慈悲救济 世界上有两种人 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一是修善不造罪的人 一是造罪知道忏悔的人 现在大王忏悔的机缘已经成熟 这世间上的人谁能不犯过失呢 知过必改 就是一个好人 我的法门是广大无边的 你要实时忏悔就好 我一定实时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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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大王 罪业是无自信的 由心所造 如果能够一心不生 一切妄念恶想不起 罪业自然可以消除了 了解心和罪 本是空患不实 这就是真实的忏悔 真实的忏悔 心和罪本是空患不实 你以后要以法制民 不要行非法的事 要以德化民 不要暴力 多行人证 善名美德 就可以远拨四方 一定能受到众人的尊敬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 没有计较的必要 从现在起 如何改过自心 才最要紧 你行善安心 当即能快乐 进一步 更要在我的法门中 学无为的法 正无为的果 你就可以解脱得度 我也可以解脱得度 慈悲的佛陀呀 阿瑟士王听了佛陀的开示 对新的生命充满希望和信心 生大欢喜 迷忘的乌云扫去 感激涕铃的跪在佛陀的座前 浪子回头金不换 阿瑟士王终于皈依佛陀 得救了 听众朋友们 在听完 阿瑟士王的忏悔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恭请多伦多佛光三世的主持 用过法师来为我们所做的开示 各位新年话缘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在听完今天的广播剧之后呢 不晓得各位是不是感受到一种 就是除了说忏悔 它的力量很大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人一生之中啊 谁没有犯过错 如果犯错就完全 就好像我们讲造业 它就定业 如果不可转的话 那么再多的闲善就会无济于事 但是从今天的广播剧呢 即使阿瑟士王 它造作的真的是 几重的这个罪业 但是只要它是诚心悔改 仍然可以重业轻爆 它不会完全消失 但是呢 它转为轻微 然后是可以承受的 所以我想大家听过今天的广播剧呢 应该会觉得比较安心 就是说对于我们过去所做 也许我们知道 也许不知道 但是有给我们一个机会 就是有个机会 能够让我们去改过 这个所谓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那么另外讲说 知此近乎勇 就是说你知道悔改 知道就是很勇敢地 去面对自己的过失的话 就等于是一种勇敢 也就是产生一种精进的力量 来面对它 处理它 因为这个事件上 说谁能悟过 那么佛陀也讲 事件上有两种健儿 所谓健儿就是很健壮的 这个勇者 健儿 那么那两种呢 一种是从来都不会犯过失的人 我想这个是极少吧 那第二种呢 是犯了过失 而能勇敢面对去改过的人 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是属于这第二种的健儿 但总之呢 重点呢 是在这个要知过能改 那么当然你知过之前 必须通过反省 然后你承认自己的疏忽过失 然后才有机会改 如果一直也不反省 或者说有些人反省啊 他是反省别人的 总觉得自己没有错 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错的人 坦白讲 他就是不愿意改过的人 也就没有这种忏悔过 重新做人的机会了 我想这一点 真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就是通过今天 录制的这么认真的 这一集的广播剧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当然延续我们上一次的广播剧 是在《无量寿经》里头 就是欧舍世王对他的父母的不孝 跟种种的伤害 那么造下的这个重大的过失 到这一集里头呢 是欧舍世王的忏悔 我想各位如果整个两集听过呢 应该有一种感想 真的是如佛陀在经典中所说 就是我们讲 罪业本空犹新造 其实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心念来 心中其恶念 所以行为就造恶 那么此心能造 此心消 就是既然是从内心去产生的 那么也从内心去忏悔发露 然后改过 重新再造新的善业 去让自己人生可以更健康 更光明地向前走 当然我还是要提醒 就是我们下个星期天的水灿法会 正好就是一个最好的 可以理灿 通过理灿 而得忏悔 得清静的一个很好的机缘 希望大家一起来敬敬 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 非常感谢顾师傅的开示 相信大家呢 今天听完了 欧舍世王的忏悔呢 是不是大家心里有非常多的感触 今天的心灵欢迎的节目呢 也接近到了尾声 在这边呢 跟各位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的下个礼拜天 也就是我们的4月6号 我们东东多佛光三世 将会举行2014年的 亲民孝亲报恩法会 所以呢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知道 有关于讯息的话 都非常欢迎你来电 我们的电话是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你也可以上网来查询 有关于相关的资讯 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ca 非常感谢您 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